好 觀眾就在今天清晨 桃園一家超商竟然發生砍人案件 只因為店員要求嫌犯要戴起口罩 竟然遭到他持刀刺傷 而對此桃園市府也做出了最新聲明 來聽一下稍後訪問 桃園市長鄭文燦是要求警方要全力偵辦 並移請司法機關從嚴求處 他也表示這一起不幸的事件 令人痛心疾首難以接受 而稍早檢方也已經完成鄉宴 家屬對此事件是不願意多談 以上是我們掌握到尊情形 閒影小時間鏡頭再緩訪內主播